辣妹拿着手机 几枚弄眼和网友互动 号称全亚洲第一个直播软体 一期直播办parting 一晚吸睛就超过一千万台币 号称用户数超过一千五百万人次 很少东南亚八个国家 2015年黄历成创办一期直播 两年不到就吸引新加坡约会软体 砸十亿台币投资 我最讨厌的部分就是募钱 然后我觉得大家很会募钱 我常看到他一直在募钱 当然就是他一直募钱 可能就是很会烧钱 但是不管嘛 我还是觉得要找一个伙伴 校长合作伙伴很会找钱 野心很大的黄历成更夸口 合并后的目标营收 要冲到两亿美元 是原先的一百倍 他很诚恳 很忠 其实找伙伴就必须找这两点 一直以来就是一直很喜欢工作 有什么特别 也就是我很认真在混 我的大头症 因为我觉得我摸什么就会红什么 所以我做什么都蛮有自信的 于其中不难感觉得到黄历成的自信 艺人出身的他开过夜店 现在挂名直播APP创办人 从众多直播软体脱颖而出 黄历成最大的优势就是抢得先机 我觉得抢得先机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然后再来第二件事是他的 因为抢得先机所以下载的人数呢 当然就会创新高 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环绕着内容 的确只是抢得先机还不够 拆解益气直播的商业模式 内容就占了70% 直播主是最大卖点 新加坡籍的CEO潘杰贤更说 将加强制作更多原创的直播节目 歌王直播唱歌吸引粉丝留言 全球知名直播平台来自找来大明星充元气 而在这里还能吸引到全球粉丝 黄花手机美国 日本 台湾 购用50多个国家的直播 短短一年台湾的下载量150万次 但全球是3000万次比更大 就是我们有一些主播 他其实很多的粉丝是美国人 是日本人 然后也有新加坡或马来西亚的人 同时也透过一些专业的 跟伙伴的合作 或者是我们一些的 training的一些内容 还有我们跟一些商务伙伴的合作 能够给直播主更多元的发展空间 各大直播APP都想要把柄做大 跨国合作成了 抢下载次数的快速模式 预估全球直播产值 在2021年将达到700亿美元的规模 可以预见的是 如同电影楚门的世界一般 直播概念已经默默掀起一场 改变你我交流的革命 记得陈陈茂姜 同台报道